炸弹仔学生技评分2.0 落雷和炸弹仔谁才是最弱技能 上期视频里我们提到了最强以及最弱技能 其中评分最高也就是最强技能 是8.0分的变形数 最弱技能是4.0分的落雷 但在视频发出之后 有炸弹反应道 你说落雷是最弱技能 是压根没把炸弹仔放的眼里 说到炸弹仔 我好像还真把它忽略掉了 甚至都忘记了弹仔里有这个技能 真的是它太弱了吗 先来看看它的评分吧 4.5的评分比最低分的落雷还稍高0.5分 大家对于炸弹仔的评价是 炸弹皮肤体验券 自从有了别的技能后就再没用过 而它最大的优点是 每个人的第一个技能 也就是没有优点的意思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眼炸弹仔的技能效果 变身成炸弹仔 数秒后爆炸 炸飞周围的敌人 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用处的 只是这个技能介绍 让我想起来了巅峰里的 一个道具 那就是地雷 说真的 一开始看到大众对于炸弹仔的评价是 炸弹皮肤体验券 我还没有多大感触 只是觉得大家在看文笑 但在看文技能效果后 我发现它跟地雷最大的差别就是 它是一颗会移动的地雷 甚至它还没有地雷好用 因为它在触发技能后会有一个三秒的倒计时 这个倒计时场上所有的对手都能看到 好像在触发技能的那一刻 我又在跟场上的对手说 我要来炸你了 我要来炸你了 提醒他们快跑一样 而随着大家对于弹仔技巧的挖掘 地雷的使用技巧也是花里胡哨 什么拱雷 扑雷 秒爆等等 光是这些技巧的名字 听起来就比炸弹仔要厉害 听你这么说 炸弹仔好像真的是一点用意也没有 那倒不是 至少你还可以用它变成炸弹仔 体验一下炸弹仔皮肤 杀 有话好好说你比一言不合就变 那综上所述 炸弹仔确实是最弱决战剂 至于它为什么比落雷还要高出0.5分 或许是因为它是弹仔们在入坑时的第一个技能 大家对于它的印象还是要比落雷更深刻一点吧 但我不够认同的是 这个臭弹公斤的评分居然仅次于6.3分的回溯 呃 臭弹公斤是什么很强的技能吗 我印象里爱用这个技能的弹仔 普遍都就这样吧 看起来都是臭臭的